曾經陪伴五六年集生走過童年回憶的本土漫畫烏龍院 現身在市區納路安大酒店 堪稱是國寶級的漫畫大師敖又翔 特別針對飯店內五間超大客房的主牆面進行專屬設計 並且加入台東旅遊的熱門元素 例如衝浪、熱氣球、鐵人三項等等 鐵人三項就是熱氣球 都是台東這幾年來主要的一些觀光活動 經緣際會認識到了敖老師 那覺得敖老師他是一個本土非常有名的漫畫家 那我覺得在台東的話 我們可以結合本土的文創 然後融入一個主題道 17號在飯店一樓大廳舉辦新房型啟用記者會 我一直在藝文方面我一直在想 藝術很高的境界的時候 必須要走到文創裡面去 那我心裡有一種感覺很不識滋味 這美國人在迪士尼 他發明了畫了一個耳朵很大的老鼠 他叫做Micky Mouse 全世界看到這個就知道是迪士尼 日本人就更覺得 你們畫老鼠 我就畫一隻沒有嘴巴的貓 他叫做Holo Kitty 所以這兩個漫畫很湊巧 就這樣子能夠在世界上 到處飛機上也看到 什麼連我們的火車也看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好像心裡不失智慧 我一直覺得說 來發展本土漫畫的藝術 其實是每個人都有那個責任的 現在他動作是很快的 因為他有經過法國安古蘭的漫畫馬拉松 漫畫馬拉松在1月16號在法國安古蘭進行24小時不斷電漫畫的馬拉松 總共畫出24張 還是要感謝我們林董事長 我的老粉絲 這麼支持我們分土漫畫 真的這是一個滿腔熱血 那麼我也感謝李基松館長穿針引線 讓我認識了這麼好的朋友 那麼我們這個主題房 經過大概半年多的努力 也謝謝我們的團隊 每個人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跟勞力 那麼一個烏龍院的主題房 應該是現在台灣第一間 五星級飯店 用我們自己本土漫畫 來做一個漫畫主題房 這麼一個規劃 在進入客房區的走道間 到處都能看到 用色鮮豔 人物鬥趣的四個漫畫 宛如走進烏龍院的夢幻世界 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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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我們裡面這麼多作品的人物的名字呢? 因為小時候有看烏龍樂的漫畫 所以你是奧老師的忠誠的粉絲嗎? 沒有 我哪有看過 那這次能夠看到我們這麼多奧老師的作品有沒有開心? 蠻興奮的 剛好遇到這樣 不僅僅是牆壁彩繪 包括床單 枕頭套 浴巾 抱枕 都有烏龍院的人物設計 哇 竟然連馬克杯也有 真是令人未知瘋狂 想要回味童年美好記憶的烏龍院迷們 體驗被漫畫人物環繞的幸福 只有在台東才能夠享受到 動態新聞 張家維 台東市報導